材料有五花腩,我已经切了一件一件 另外还有洋葱,也是切了小小件 另外看到这里有蜜糖 还有蒜蓉,自家製的腩焗酱 我也是用刀切了小小粒 这个菜式的特点就是在尴尾我们要加蜜糖 现在先用烧热的锅,先煎一下老水五花腩 先用烧热的锅,加少许油 因为五花腩都会出油 先拌均匀 先用烧热的锅 先处理小火,不用急 接着把五花腩一件件放进去 让它稍微煎一煎 油出来 我们尽量把它煎到金黄色 香口些 味道已经有了,因为它是滥水五花腩 已经有味道了 用慢火煎, 因為會燒焦, 原因是用滷水滷過 慢慢煎一下, 現在可以翻一下, 煎到一邊 煎一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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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煎一下 煎到金黃色就可以了, 煎一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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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煎一下 會放少許蒜, 煎一下, 煎一下 煎一下 把腩角放入,用慢火爆炒 不要大火,這樣會燒 然後放少許酒 讓它更香 把洋蔥倒入 腩肉放入五花腩刀,炒 火可以開大一點,開中火 把豆粉芡倒入,炒一炒 關火 把蜜糖倒入,炒均勻 把蔥花放入,或是青椒也好,顏色更漂亮 不過,因為家沒有蔥,沒有青椒 所以,將就下,就是這樣 所以,適水靚的,加點蔥花或青椒 顏色會更加漂亮 好,可以少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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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快一點 這道腩角洋蔥炒 滷水五花腩,就已經完成了 好,可能很多朋友都會說 為什麼不加蔥,加點進去做更漂亮 家裡吃的嘛 我又不是真的做KOL 我只不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時是吃什麼的 亦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怎樣煮一些我自己覺得 挺好吃的菜式 所以呢,在那個伴碟 我又不是這麼注重的 如果大家想看一些伴碟 又漂亮的那些,我想不用看我這個視頻了 好了,不說那麼多了 現在出去吃飯了 現在出去吃飯了